大家好啊 今天又是我 外国人 介绍台南的 溜冰墙 这个在小冬 小冬 公园里面的小冬花 是溜冰墙 很大的 有一个大概 游泳池吧 50米的游泳池 那么大 那个地板一般般 也是那些石头的 还有旁边有那个可以做的 但是好危险 头撞到了 不得了 手符干在外面 好奇怪的 然后 这个是不喜欢 有一些树荫 哇很大 外面还有很多停车会 付款的格子 好 带外面走走吧 我的东西 带着我的东西 自助楼宾的时候啊 什么都可以没有 头盔一定要有 很多意外 手 腿磨水没关系 头撞到脑震动 不行 哎 然后呢 今天我是一趟新的流冰雪 这可能感觉会有一点怪怪的 新的 power slide 宝 西来 哎呀 这流冰雪 好 去到正面看看 这边好多停车会 礼拜六礼拜天人超多 啊 有一些时间还要会上课 好像是下午四点开始啊 第三点 很多课 有一些是速度的 有一些是一般的 基本的 这么大 好 有一个圈吧 前面有个石头 这边也有一个洗手间 所以我觉得蛮ok的 小朋友可以来 好多树荫 还有人在打扫 洗手间呢 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地方 没有台南公园这么大 没有台南公园这么大 但是它的 牛边城的位置是 基本上在台南是最大的 嘿 还有一些健身的 细材 可以健身一下 蛮多树的 有一些狗 好 啊 这边好像一个小小的迷宫 这边 还有可以停车 小迷宫 啊 这个是 东风路吧 有些 蛮不错的地方呢 進步走到畫面看看嗎 什麼路 林 新林路 還有東方路 對面有個網球牆的 很多停車位 有樹蔭 外面也可以騎一下下 但是會比較累 好回來了 這是怎麼大 有一些伯伯 在睡覺在運動 還有涼亭 不錯的地方 可以來試一下 這個叫小棟溜冰場 大家幫幫忙 喜歡的話 幫忙按讚一下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頻道 我有空會再拍一些 再找一些台南的東西給你們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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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